35岁辞职在新疆旅居是一种什么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40 喀什还没天亮 喀什下雪了 今天早上起早点 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喀什的早晨吧 这样走着就可以一路到白头了 喀什和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10点才上班 如果你是熬夜党 喜欢慢生活 会很喜欢喀什 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男 你能数清这有几代人的吗 这是古城很出名的大门店 八十的一天从南河奶茶开始 一公斤 当地人会把新鲜牛奶回家煮上奶茶 骆驼奶是热的吗 我卖的 一公斤多少钱 是新疆的田州 羊油的味道 很丝滑 好喜欢看当地人打招呼 优雅 有爱 再难走的路 只要家人相互扶持的一切 可不算什么 来新疆后 我变射牛了 大雪了 超美 你好 白老爷 慢慢走回家 就这样是堵着鸟花 没很羡慕 花帽的雪人 小红圆 花生做的嘴巴 胡萝卜做的 我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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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点 在口上前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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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 之前 鲜羊 融 在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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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要吃西瓜 太冷了 老板给我烤一下 冒烟的西瓜 后面的老板都在产水 然后我再吃西瓜 但是很冷 但是很甜 好甜